立委林长佐的罢免联署案 是不是第一阶段已经达标了呢 交给记者李作恒 现在恐怕对立委林长佐来说 是一个政治生涯中非常大的危机了 因为开始有一些罢免他的声浪 这个始末就是因为当时在环南市场的时候 本来林长佐要批评北市府的逢一措施 结果没想到自治会长林盛东 先批评他说他不关心万华人 那么就在今天早上 其实已经有一个罢免的团体 他们递交了4300份的联署输到中选会了 那到底这个罢免活动 有没有可能会成真呢 其实根据平面媒体的网路所做的民调 到底罢免联长佐会不会成功呢 这数据是呈现压倒性的 会成功的有76.31% 而不会的有23.69% 那当然因为网路的投票 所以这些人不见得都是万华人 也不见得都具有投票权 不会看得出来网路声量 对林长佐来说是比较不利的 支持的人他们是说了 认为万华人的眼睛一定是血亮的 林长佐巴结执政党不为在地发声呢 这个应该要把他罢免 当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他们说政治的报复 是没有办法打败病毒的 防疫期间就应该要先防疫 那么事件的主角之一呢 也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则是呢替林长佐缓家 他说啊前进是朋友 也不需要呢用一件事来否定一个人 作恒这几天有粉丝团发布了一个 国民党政治人物的防疫声量 那么第一名还是侯友谊吧 疫情从四五月升温以来 其实对在野党来说 也是一个监督执政党 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我们就来看到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呢 在这些期间里面 政治人物的疫情期间声量变化 其中呢冠军是他新北市长侯友谊 那么当然因为新北市是疫情的重灾区之一 所以有很多的政策呢 他有抢得话语权 而且因为他一些包含像是普筛啊 或是疫苗呢 炮轰中央也赢得了一些民众的好感度 再来第二名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第三则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虽然韩国瑜呢在疫情期间 他没有真的露面 但是呢因为他在网络上有一些影片 所以也让他增加了不少的讨论度 第四第五呢则是媒体人赵绍康 以及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前中通马英九排在第九 第十六名则是连胜文 这几个人当然都是因为一些疫苗的政策呢 在脸书上有发表一些意见 也让民众呢对他们是有一些讨论度的 第十七名则是呢连战 第十八则是前立委黄昭顺 这两个人上访呢 主要是因为啊 之前疫苗的接种顺序 被质疑说他们是不是有偷打疫苗的协议呢 所以呢也让他们增加了一些话题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下一届国民党台北市场热门人选 蒋万安则是排在第三十名哦 也显见出啊 其实呢他的讨论度呢 是不是因为最近的一些政策上呢 并没有加入 所以呢让他的讨论度是比较低的 还要来关心的是 国防部安全研究院 有派专人在监看研究PTT的八卦版 纵横有发现什么 还有这件事情引发不少争议吧 疫情情节哦 大家的生活形态有一些改变 很多人在家工作时间变长了 上网的时间也变多了 很多人习惯呢会讨论话题呢 就会到这个PTT的八卦版 现在就有研究专家呢 就直接把这个八卦版里面的东西呢 来做分析哦 发现啊 因为防疫措施的居家工作 大家生活形态改变之后呢 八卦版的讨论啊 被煽动情绪的叙事占据了 出现了一个现象 也就是疫苗政治化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BNT疫苗啊 有关的讨论字眼最多呢 包含上海啊 大陆啊 富星哦 甚至呢有些国台办哦 他发现呢 这个BNT疫苗的讨论是最政治化的 而另外呢 最早抵台的疫苗 AZ疫苗呢 比较常出现的一些相关字眼是副作用啊 或者是一些拒打啊 或是民众不敢打血栓等等哦 但相较而言呢 他其实是比较聚焦在不良反应的哦 那我们就发现了 其实呢 这样子的讨论啊 他其实比较着重的很多的是 情绪的渲染哦 所以呢 让公众对疫苗产生错误的认知 也就是说呢 没有真的讨论说 疫苗呢 到底施打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反而呢 是有更多的可能政治化或情绪性的语言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